公迎王妃 恭迎王妃 哥哥 松手 抓我 有你好看 抓着再说 别跑 都出阁了 还望哥哥怀里在 休不休啊 不休 出阁了 哥哥也还是哥哥 好了 让我稍后看看你 不休啊 瘦了 你还说我 你也憔悴了许冬 你猜我 为你准备了什么 你还能准备什么 你还能准备什么 金城美酒 皆在此 哥哥 你这接风的酒宴 可是要醉我三天三夜 你也要告诉你 阿妩 哥哥 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听说你和萧綦 琴瑟相合 这是不是真的 好 这家哥哥就放心了 母亲究竟为何不在家 我就料定你啊 回来以后会先去相府 然后看到母亲不在 便会到这儿来 可这豫章王府布置得如此简陋 所以我特地带碧人 为你布置了一下 母亲为什么要住到慈安寺去 母亲觉得相府太嘈杂了 愿意去慈安寺清静清静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今日天色已晚 明日我就带你过去看她 高哥 你告诉我 究竟发生什么了 你怎么不依不饶呢 皇帝自从醒来就半疯半癫的 如何一直都不见好 我不愿意跟你说这些 这些年来 朝政一直把持在父亲和姑姑手里 母亲作为义国之长公主 又是皇帝的亲妹妹 面对这样的事情 她如何面对丈夫 又如何面对皇帝 王氏已然全清天下 父亲和姑姑到底还要什么